我们点击这个传感器的时候底下会有你的体重还有BMI身体质量指数基本代谢内方脂肪体脂水分骨量等等等等信息 也就是说你在小米的APP上可以看到的信息这边都是可以看到的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把小米的体脂秤 介入到你的Home Assistant里 小米的体脂秤呢大概有三种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介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介入 大家看我们点击这个传感器的时候底下会有你的体重还有BMI身体质量指数基本代谢内方脂肪体脂水分骨量等等等等信息 也就是说你在小米的APP上可以看到的信息这边都是可以看到的 包括你的身体类型是不是超重 我呢已经超重了 看来我是需要减肥了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介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呢 我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之前呢我发现了一个国外的大佬开发了一个小米体脂秤的项目 我试用了一下感觉不错 但是呢它的界面呢是全英文的 我们看它的这个GitHub仓库呢地址是这个 它在里面也详细介绍了它适用于哪种体脂秤 大家看这图片啊有三种体脂秤它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里面也介绍了如何使用 但是这个使用方法呢还配置方法全都是英文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中文的用户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呢我就把它焊化了一下 我把它焊化了一下 接入的Home Assistant以后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呢把大佬的代码呢 Folk了一份 它的地址呢是这个 GitHub5Hai HASIO add-on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加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点击这个Supervisor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 可以多出来一个小米的体脂秤的一个插件 如果你要接入这个小米体脂秤呢 你安装这个HASIO或者HASOS的设备上 必须要有蓝牙的硬件 怎么确定你有蓝牙的硬件呢 我们比如说打开一个Xshell 我们连接到我们的安装Home Assistant的机器上 我装在了斐旋N1上 这个斐旋N1呢是自带蓝牙的 然后大家如果需要我这个固件呢 可以从我的往期视频里找到下载的链接 或者从我的博客直接找到这个链接 我们输入HCI config 这个-A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这边呢 显示出一些设备来 那证明你的设备就是支持蓝牙 然后呢 我们定位一下HCI HCI 0 我们看啊 有两个HCI 这个Mac地址呢 全都是0 那这个肯定不是 那么我们要用这个有Mac地址的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在HCI 0这个位置 我们确定好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Home Assistant 我们点击这个Add-on Store 然后我们在右边这三个小点这 选择这个仓库 大家看 我这边已经提前添加好了 提前添加好了我的仓库 我现在把它删掉呢 给大家重新演示一遍 你们只需要在我的仓库这复制一下这个仓库的链接 然后把链接呢 粘贴到这里 点一下添加 当它显示添加完毕之后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Add-on Store里边呢 就能看到下面会多出一个小米的体质秤的插件 我们进来之后 选择安装就好了 我呢已经安装完毕了 就不给大家重新安装了 这里边呢也大概描述了一下 如何安装 如何配置 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置 它的配置呢 其实就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都是有现成的例子 那我们看第一行的HCI device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X-serial里看到的HCI0 它默认的就是HCI0 如果你是HCI1呢 你就可以设置到HCI1 这个Miscale Mac呢 就是你小米体质秤的Mac地址 它是从哪获取呢 它要从这个我们小米APP 我们打开这个小米健康 小米健康里面关于体质秤的这个部分呢 在蓝牙这个位置呢 会可以看到这个小米体质秤的Mac地址 我们把这个Mac地址抄下来 然后填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后面呢 如果你使用这个MQTT呢 MQTT的服务器呢 安装在我们的HCI0上面呢 我们就按这个格式填写 core-moscute 然后yousername和password呢 我们要在这个moscute里面设置好了 然后再填过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moscute broker 我们首先要安装这个moscute broker 我们在configuration里面看 我在logins里面配置了用户名和密码都是MQTT 所以呢 我在体质秤这个位置呢 我在体质秤这个位置 也要配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host 大家注意啊 你要设置成这个 它才可以正常的访问 如果你设计127.0.1呢 我不确定可以访问 你可以试试 然后这些端口 还有这个重复的时间啊 这些都可以变成默认 然后MQTT发现也是处 剩下我们就不用理它了 然后我们主要看这部分啊 user 用户这部分比较重要 可能有的用户呢 有的朋友呢 不太好理解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user1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GT user2的部分呢 有个LT user3呢 没有 那它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 性别和名字 然后身高 这都是要填的 身高 生日 这些就不用说了 它要通过你的年龄和身高 来计算你的这个体脂啊 体重啊 是否超重 那我们看这个GT GT呢很简单啊 greater than 英文的greater than呢 就是大语 然后呢 LT呢 就是less than less than呢 就是小语 它呢 必须设置三个用户 这三个用户呢 而且呢 它只能设置三个用户 这三个用户呢 一个体重大于多少 一个体重小于多少 然后另外的情况呢 就是第三个用户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个用户 并没有这个 GT和LT的相关设置 那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体脂秤的插件启动 启动之后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呢 就能自动的发现这几个用户 当你踩到体脂秤上 过个几秒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插件里面 看一下日志 回到插件里面 看一下日志 日志就会显示 哪个用户的数据啊等等 并且呢 我们就能在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的状态 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相关的传感器 收回来的一些数据了 而且呢 它是中文的 如果你想把它加到首页呢 你可以自己在这里面加一个图标 或者是你想细化的加呢 可以把它变成很多个传感器 然后你可以实现一些 比如说小米的TTS 当你踩完这个体脂秤之后呢 建一个自动化 自动化呢 让你的小米小爱音箱呢 自动播报出你的体重是多少 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自动化的部分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自己完成的 如果大家还是有疑问呢 翻一翻我往期的教程 也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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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